早安youtube成員 我是一個線上日文家教 在這裡我會分享初學者演了苗董的日文知識 在上集影片中我們又加強說明了平甲名的長音 平甲名的長音例外組有兩個 A段和O段 A段一般來講會用E來標示長音 O段通常用U來標示長音 而且例外比較多 今天這集我們要來聊聊觸音 觸音其實在我們第一集的數量詞變化就有提到過 這集我們要再更詳細的補充觸音的資訊 方便各位同學理解 觸音通常會用小的這個詞或者是這個詞來表示 大小差距大概是這個樣子 一般來講觸音不會單獨使用 一定會夾在兩個音之間 而觸音後面的那個音 通常都是之前說的 卡 沙 塔 哈 行的音 但是這次我們要做一點小修正 應該是卡 沙 塔 趴 行 也就是說觸音遇到的哈 行 通常都會有半卓音 就是右上角那個圈圈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例子來幫助理解 第一個例子 buka 意思是部下 沒有任何的觸音 但是中間加一個小詞 就變成buka 意思就變成物價了 發音的時候記得要停一拍 buka 是拍兩下 buka 是拍三下手 第二個例子 音是聲音的意思 而且是東西發出來的聲音 人或者是動物發出的聲音叫声 另外 音是丈夫的意思 加一個觸音意思就完全不同 所以要特別注意 第三個例子 我們一次看三個字 日記 漢字是日記 雜誌 漢字是雜誌 切手 漢字是切手 前兩個我們可以直接從漢字看出意思 但是切手沒辦法 直接照漢字會很恐怖 所以其實藤園推薦大家 養成茶字點習慣 不管你知道或是不知道的漢字 要去確認一下是不是跟中文意思一樣 切手是油票的意思 另外 吉普通常是指車票的意思 觸音也用在片甲名 比如說前幾次介紹的 コップ 就是 Cup Base 以及 Bed Bed 床的意思 也會用到觸音 至於觸音的例外 有時候會像是 阿 ヤバ 這種觸音結尾的句子 通常是用在表達自己情緒的時候使用 所以漫畫 動畫還蠻常使用這種表現的 阿 是阿的叫一聲 ヤバ 就是糟糕了 ヤバイ的 喉語求法 來來語或者是方言的部分 則不受限於 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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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